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储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 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 N8N的重大更新 N8N现在 它可以用Google一系列的 Gemina Mode 那这个Gemina Mode 我们以前都是只能用Google的Chat Mode而已 我们以前都只能用Google的Chat Mode而已 那现在呢 它出了一系列的这个Gemina Mode Node给各位用 以前呢 我们如果要用Google的其他服务呢 比方说绘图啊 还是分析图片啊 都是要串其他的HTTP节点就呼叫的 所以是非常的麻烦 像这个分析啊 还有这个绘图啊 像这个做起来呢 你看这个工作流就这么的多 很不方便 那现在呢 它就是已经出了这一些的 这个Gemina的Node 那这个Gemina的Node呢 大家更新完之后呢 就可以在这个这边搜寻随时都可以用了 有没有Google Gemina 这里都是它的Gemina Mode 那我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 它这些Node有什么功能 首先那是这个产生图片的不用说 在API Key呢 就是各位的这个 API Key就是各位在这个 Google的AI Studio这里 这里去产生 这个以前都有讲过 那这里呢 它基本上就是有很多分类 那我们先讲这个产生图片这个 产生图片呢 它这里呢 有这些模型 那基本上各位只能用这两款 如果是免费的话 那下面这些都是 你要有跟Google付费才可以使用 那这里呢 就是填体试词 那我们就可以去执行看看 好 这个就是它的Google绘图的这个节点 它就是帮你画图画好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 它现在又多了这个分析的节点 它可以呢 就分析你传进来的图片这样 那我们就一样 这个操作我们就是选分析 刚刚是产生嘛 那这里就选分析就对了 那一样也就是 你可以随便的去选择大模型 Google大模型 那一样下面也是有一些付费的模型 那我这里用2.5Flash是免费的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 那它就是帮我们分析这张图片 这个TXT文本呢 就是这张图片的内容这样 那这个Input Type有两种 一种是UIL 你可以给它UIL 然后这里就放你的图片网址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二进制的档案 你就给它看这个二进制的档案这样 这是两种方法 那分析图片之后呢 它还有一个上传图片的这个节点 上传 它还有一个这个上传档案的这个节点 这个Upload File 那这个Upload File呢 它就是呢 把这个档案呢 暂存到一个Google的网址 那么就暂存到这个网址 然后呢 它再用这个网址呢 去进行其他操作 像你把这个网址拉过来 然后让它去分析这样 那这个上传的这个节点呢 Upload File呢 它并不是只有图片 你如果是影片也可以 文件也可以 那基本上 这个就是这边的用法 这边 这个图片档生 跟分析图片 这里 还有档案 分析图片 这里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从Google硬点呢 这里读这个声音档进来 然后呢 用Google的模型呢 去帮我们分析这个声音档 它为了就是这个 Audio 这个就是说呢 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好 他现在的声音档 读进来了 那 我们现在呢 就是让他 把这个声音档呢 转成文字 这里哦 它写 12345678910 那我们可以来听看看 12345678910 有没有 基本上就是这么好用 所以呢 以后我们就不用 用一大的HTTP节点 去呼叫Google的各种服务了 实在是真的很方便 那这里呢 也有这个分析音档的另外一种方法 它这个呢 就不是去把音讯转文字的 它这个是分析这个Audio 一样也是分析这个Audio 然后你可以放YouTube连结这样 然后他会去看 有没有 这就是他抓声音去分析的内容这样 那这个就是他的分析的这个Audio的用法 这个音档的用法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分析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你可以放什么文件都可以的 那我这里呢 就是先放一张名片的图片 给各位看 好我这里是一张名片 然后就让他分析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名片 然后看他给我什么东西 好非常好 他的资讯都是有的 没有错 全部都是有的 那这个就是他的分析文件的功用 那你也可以用TXT档给他读 这都是可以的 那一样他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是UIL 一个是二进制的档案 你自己看你要用哪一种 那最后呢 就是他这个聊天模式 这个聊天模式呢 以前我们就是用AI Agent串接嘛 那现在呢他自己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这个Message Mode的AI Agent 那一样啊 这里就是你的聊天输入的这个输入 啊然后呢 提示词系统呢 就是在这里 SystemMessage 你这里呢可以写你的系统提示词这样 你可以随便写啊 我是跟他说 你是一个AI助手可以提供各种帮助 好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在这里 这里跟他对话来试试看 我问他你好你是谁 然后他这里呢 就接到这个Trust Input 然后这里呢就回答了 你好我是一个大语言模型由Google训练 这样 然后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那他这里呢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这里显示的是这个 Jackson模式 不过这个 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因为通常呢 我们最后要用的都是 独自把这个Test拉出来 独自把文本拉出来 所以到时候不会有 不会有像这种 这种Content的这个 这个Jackson的格式 那最后一个节点呢 因为我没有付费 我没有办法演示给各位看 我没有办法演示给各位看 一样也是Google Gemini 它弄得有一个是这个 产生这个Video 这个产生Video呢 它你不管是选什么模型 不管是VEO2还是3 你都是要用付费的APIT 也就是说你要除此才可以用 所以呢我都没办法试给各位看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玩啊 那这个Video节点就是要付费就对了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个Video节点就是要付费就对了 这样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提示词呢拉过来 那就是让它去产生一个Video 那因为我没有付费 所以我没有办法演示给各位看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 这个就是这次7月份 N8N的重大更新啊 有兴趣的呢可以去去尝试使用 这些Google Gemini的Node 这些Node真的已经出来之后很好用了 已经可以替代以前这些HTTP的功能 如果觉得还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至于各位